如果你有或认为你有肠道寄生虫,你可能会对自然疗法感兴趣,以帮助恢复你的健康。 肠道寄生虫通常由原生动物和在体内繁殖的单细胞生物体,或蠕虫。 蠕虫和幼虫不能在人体中繁殖引起美国最常见的原生动物类型,包括甲帝虫和乙包子虫,最常见的蠕虫是品种。 狗虫、掏虫和回虫,在许多情况下,肠道寄生虫通过接触感染的分辨传播,通常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土壤或水。 肠道寄生虫的危险因素,包括住在货榜文里只有寄生虫、卫生条件差、接触儿童和机构处理中心,以及免疫系统功能减弱的地区。 需要注意的症状肠道寄生虫的症状包括,腹胀腹泻疲劳或是弱恶心胃痛或压痛呕吐减肝肝肠道寄生虫的自然疗法以下是现有研究中的几个关键发现。 一,小破解,如在各种药材货用的化合物,欧洲浮牛小破,黄莲素已发现在一些舒服研究对抗肠道寄生虫病。 例如,2014年在伊朗寄生虫学达志上发表的一篇报道中,从浮牛化中提取的小破解表现出的活性可能有助于预防掏虫感染,与小破一起。 小破解被发现在像Golden Seal Hercules的草药中。 二,木瓜种子,对于2007年在药用食品材质上发表的一项试点研究,60名患有肠道寄生虫的儿童立即接受了含有斑木瓜种子和蜂蜜或蜂蜜会合物的塑造剂量。 期间之后,以木瓜子为基础的长生不老药的人数大大增加,它们的大便清除了寄生虫。 三,南瓜种子,显示出前行的自然疗法是南瓜子,它被发现含有高含量的氨基酸,脂肪酸和化合物小破解。 南瓜子和饿,南瓜种子用于肠道寄生虫的研究,包括在2016年国际分次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初步研究。 其中发现南瓜种子提取物,只有一些抗击生虫活性,四,胎糖,五,饮食。 这些策略包括,暂时避免咖啡,精致糖,酒精和精致穀物,在你的善事中,加入更多的大蒜增加消费胡萝卜,红薯。 南瓜和其他高费者胡萝卜素的食物,维生素A的前提,这可能会增加对无虫的抵抗力。 通过加载富含益生菌的食物如酸奶来重建肠道中的有益细菌,是富含维生素C和B维生素的食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